就是幫我把iTaiOne的熱點分析 至少就這兩個資料 然後其他如果你有其他的統計分析都沒關係 如果想要做你所在的限制,比如說桃園好了 你也可以站在桃園,點兩項 然後延伸去做分析 那所以類似這樣的 所以當然延伸其中報告 主要就是說 把我們大一的那個 Excel的部分改成Google失算表 那所以呢,我們其實前面有做了 其實它樞紐分析表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這個不叫樞紐分析表 它叫做 資料 透視表 OK,不過好像名稱改而已 但是你會發現它 插入那個圖表,插入資料透視表,它最後 下方的那個名稱好像也是樞紐分析表,好像也沒改 OK 然後還有圖的話就是圖表部分 所以這兩個 把它改成我們今天講的 那還有就是說聚集,我們之前有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不是有插入一些資料 像今天有加了一個欄位 如果你希望那個欄位可以用 聚集或GaS呈現 因為我們前面有做過練習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進去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覺得這個太難了 然後你說我城市不在行 沒關係 這個為加分的選項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做 那也沒扣分啦 不過就是說我會是一個 向上加 假設基本分也許是80分 如果你有多做,我就給你多加分 但如果沒有 沒有做這個 那就基本分就對了 OK 那另外如果你要拿比較高的分數 你就是在選題上面可能要稍微 稍微這個 比較 我覺得是你真的想要做的題目 你就說明清楚 所以一樣 你就說明為什麼要選這個 題目的原因 當然比如說你關心的是 其他的 不一定是WiFi 其他的 你可以找一個你有興趣的題目 然後一樣 就是 把你的設計過程 可能遇到一些錯誤 一些問題 你也可以提出來 然後把它撰寫到哪裡 之前我們用Word 不過 現在我希望 因為這個課程是雲端 所以呢 我希望你把 那個心得 是打在Google雲端上面 不是打在Word上面 不過你說老實我打在Word 其實你就再把它上傳轉換 它也會轉換 然後 大概說一下 你們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最好是說 你也可以 加上所謂的那個ChargePT 比如AI的應用 AI的應用算是一個亮點 如果你假設你AI的部分 用蠻多的話 那你也可以說一下 因為AI是現在 很夯的一個話題 而且未來你 畢業之後 一定也會遇到 AI應用相關的議題 可能也會有 相關的 職缺也會出現 所以像什麼AI分析師 AI設計師 AI的架構師 等等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加上 ChargePT的應用 可以說明一下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剩下的時間 就給各位把 今天的作業完成 並且 想想看 那個其中報告的部分 OK 然後 如果做完的話 當然就可以 先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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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